本節目時間,身邊嘉賓繼續有Stanley 你好,Stanley,大家好 和大家再看看港股最新的情況有沒有什麼變動 港股跌100點過外,跌101點,暴17895點 至於成家方面超過550億 看看北水最新的情況 現在這一刻是流入超過20億 A股方面都收著市 看看A股的收市情況 A股幾項主要指數都是以押近日中低位位置去收 上證收市跌16點,暴3108點,都欠手到3100的水平 戶心申法指數跌14點,暴3705點 創業板指數都是要穿2000點的大關去收 收市要跌15點,暴1,987點 留意今天互心兩市A股的成交都只有5700多億 見了今年以來的新低 看完A股的收市情況 板塊方面,我們跟Sanny談談航空股份 航空股內大致要向下的格局 中資航空股就各別發展 當中國航方面建立了差不多3個月以來的低位 南方航空有見超過1年低位和穿底 其實航空股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明明現在的市場都在說憧憬這個出油概念 接下來內地方面放8日的長假 以及一些航空公司8月份的營運數據都有增長 為什麼這麼差呢? 先說有沒有增長的情況 因為某些程度上真的是一個基數問題 所以你說現在這一刻雖然增長可能是很顯著 但是這個都跟湖上是復常有一定的關係 上年的時間都還是很多的韓宇 還叫做停運了 那變相之下今年有一個比較上是很厲害的增長 那麼合理的 但是對於他們的估計都可以說 那個幫助性不是很大 因為這個大家都可以說是預期之內事 但是你說除此意外 因為目前為止大家之前都有些衝經者說 這個叫做出行的概念 特別是在這個真的長假期的時間 但是如果初步看回那個狀況 似乎 可能叫做國內消費 可能比較上是多些 即是出外旅行的那個業務 都好像 以前為止上 或多或少 可能跟經濟有些關係 可能經濟狀況比較上是挑戰的時間 即是出境或者長途 沒錯 可能出去外遊的意欲都可能減少了些 反而突然看著 有些內地 內部自己去旅行的情況 反而應該會比較好很多 所以變相之下 為何這些航空板塊好像比較上是差一些 這個也是一個原因之一 當然人民會匯價也是上 最近比較弱一些 對於他們的股價都有些壓力 油價方面都再創高位 都是其中一個人數 也是 所以你可以說整個板塊本身 真的好像衝擊著比較多的 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所以他們的股價為何 都好像完全沒有太大的反應 甚至乎比較差 都解釋了幾個原因 如果真的想看出油概念 就不是想這些航空股 只要你這樣說 如果是 如果利用今天這段時間去看的話 都是和一些旅遊相關的股份 可能會比較好少少 不過可能減少一些 就是剛剛提及到的 內地消費為主的出行的股份 你見好像同情旅人旅行這些 其實股價表現 反而真的比較硬正少少 雖然這個股價 這段時間都可能有些 叫做一些 剪轉有些下跌 但是相對其他股份相對比較強 所以如果要以黃金質這個概念 反而你或者780 好像衝擊可能相對會比較大一點 嗯 即是選一些旅遊平台的概念 沒錯 那些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相比之下 你說攜城 因為它都比較多國外的業務 反而那些真的那邊都是差一點 所以如果要選擇 都是780會比較好一點 這些價位來講 還有沒有水位呢 其實唐程黎恒 因為現在還叫做 他們這個黃金質的假期 都還有一點時間 差不多兩兩星期 沒錯 你說股價叫做有沒有炒了 就好像暫時還未記得得到 所以如果你用回這個概念去看的話 這些位置都還不值得考慮 還有你看到今天來算 都叫做下四個大概 應該是一百天線的位置到達 大概是一百天線的 大概是一百天線 是十七個一毫多的位置到 那如果你當它短期的時間 搜到這些位置 都一定是值個空間的 拿一百天線做個Benchmark 大概是十七元一毫子附近的水平 那現在這一刻呢 就跌了兩星 播在十七個三毫四 這一節我們跟Stanley談到這麼多 休息一會吧 一節的日假現場 光股呢 今天都是一個向下局位置 是在18000點的水平 今天早上低了57點之後 跌幅已經很快要擴大 低位下跌了17833點 當時最多跌了106點 所以來到美市 跌幅稍微會順 但其實都跌100多點 就是17886點 分行指數也是全線下跌 但現在不算跌很多 都是跌100點不夠的 總成交方面 就跟A股一樣 非常少 現在來到就是短期3.3 五百多億左右 五百六十三億多 如果你看到A股收市表現 也都是看到找不到方向 因為互心兩市 就是那個成交 加上五千億鬆一點 五千億人民幣鬆一點 其實本身已經看到 上午那個市況已經說 已經交頭淡正 現在來到就是收市了 確認了只有五千多億鬆一點的成交 互心兩市 至於上陣 收市跌16點 互心300指數 收跌14點 創業版就收跌15點 補充了 就是創業版 其實就是再次再失守了 這個叫做二千點的大關 暫時收市 收跌1987點 跌15點 我們就和大家跟著另一個指數 亦都跌穿了一些位置 就是科技指數 亦都跌穿了四千點這個水平 跌1.6% 現價佈在3920點 跌64點 看多一個數字 就是北水洞向 都關注了 如果你說今天 北向資金 即是反映外資買A股 估35億鬆一點 但如果你說港股通 即是內地的資金 流入港股市場 又有買 20億 21億的資金 在買港股市場 好 跟著內需股 今天多謝 都要繼續沉底 包括有什麼 潤啤 海底撈 見了超過一個月低位 如果村底的話 就包括有隻李寧 九毛九 客部客部 是再見超過52週新低 201落到34.5 跌1.8% 另外就是九毛九 客部客部 這些都跌比較多 九毛九跌超過半成 客部客部 剛剛看到跌3% 好了 看到這個板塊 如果說同樣是內需的 就是影視娛樂股 貓眼娛樂之前升得厲害 今天都要跟市回2% 鬆一點 跌跌3% 阿里影業個別有消息 獲得帶股東注入 現場演出供應商大物 涉及金額超過1億6千萬美元 將會移在每股5毫二先 發行超過25億股份 暫時升勢回信 到半成左右 IMAS China沒有起跌 還有一隻銘盟影視 股價偏遠 跌幅不夠1% 落到9.31 至於這些手機設備股 都是跌得比較急的 其中好像信譽光學 現在還跌近6% 都是跌幅最大的籃籌股 蘋果的新手機 有調查機構說 估計出貨量將會較上一代跌 少了兩成二 所以今天信譽的股價 見了超過6年的低位 另外就是瑞星科 跌跌2.4% 不過整版比亞迪電子站得住 因為這次蘋果新手機 其中一個設備的供應鏈之一 主要是做它的手機殼 其中一間企業 股價相對上 在手機設備股來說 算是刨出的 線圖走勢都相對上漂亮些 但是汽車股今天都做得比較頑皮 特別是未來 都要移動跌成一剩幾 因為它有些集資的動作 這支給大家跟著那麼多 今天失去看樓市出帝 我是如琪琪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的重點地產消息 講到一個藍籌屋卷再錄得大幅蝕揚 市場消息說 太古城金星角一個極低層兩房 食用面積是5812平方尺 原先叫價1200萬 累積劈價393萬 最終以807萬估出 赤價是13800多元 創屋卷和類型單位近年的新低 原業主持貨大概3年 賬免虧損超過190萬 期內貶值1成9 北角一個半申盤單位 獲內地客以高價成租 維港眾八座高層一個四房 實用面積是1269平方尺 由於單位景觀開揚間隔寬敞 吸引一名內地專財客 以每個月7萬3千8百元成租 赤租高達58個月 是今個月區內最大額的租務成交 不過按業主近5千8百萬的買入價計算 租務回報只有大約105 今天電話旁邊都聯絡到嘉賓張子傳Kelvin 你好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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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們的報告 35個屋院上個星期的交通 港島和新界都要跌 反而九龍區就上升了少少 大概多到三成 可不可以說下原因是怎樣 其實就是這樣的 其實整個樓市氣氛都不好的了 各方面 金融啊股市啊 加上食口那個 最近都剛剛加了 所以很多客人都比較慷慌 所以為什麼你說九龍有少少回升呢 其實它基本上基數低了 還有剛剛上個月它一個大型心盤開賣 就封鎖了一些購買 那基數所以就低了 但是現在你比如說 衝出來的市場 加上九龍區的二手業主 給一個心盤 那個低價開售 帶到它的價錢都做低了 所以很多業主都比較願意減價 所以增加了少少成交 那其實基數這麼低 都不屬於什麼 好像升幅好像很厲害 其實都可能是多了幾宗 另外都見到 美聯樓價只數年跌五成 那就去到通關之前的水平 看到樓市市場比較疲弱 都見到有很多的劈價 比較狠些 比較朗些的業主 譬如說最近的納米盤 是不是都比較多蝕樣的單位 令到指數有個拖累在這裏 是啊 其實最主要我想 之前剛剛 好像月初 銀行匯豐帶頭 將cap位加了到四來一二五 那很多買家 見到息效上升了 都有一個心理壓力 那其實連指數最update 去到148點 那本週都下了0.67% 去到今年二月的時期那個低位 那其實你說見到那個 剛才說了一個食口上升 很多都其實都幾突然 那見到很多賣家都要重新去考慮它的預算 因為它的公款始終都要重新去計 如果譬如說當一個公款五百萬個單位 那如果你說公款三十年 其實每個月都要公多了 就算是三千三元左右的水平 但是不單止是計算這條數 那你還要計算壓力測試 上不上到會那條數 那如果那個 如果單單計五百萬來計 可能它自己的入息要調升到五千元 要加人工四千元左右 那才可以上到會 那所以你說成交會 有一個觀望和有一個 真的要再計算清楚這條數的態度 所以有些業主主就見到這樣的狀況 為了要賣單位 都可能會願意下多少少價去適應市場 是的 那都是要重新再認真計算一下數 計算一下案件的情況是怎樣 是的 那另外都計這個劈價的市場情況之後 個別的指標屋院 赤價甚至失手八千元 會不會都搶了現在市場上一些潛在的居屋客員 對居屋二手的交投有沒有些什麼影響 絕對有影響 那一環扣一環 那那些二手樓接近這個居屋的價錢 當然如果我是一個正常的買家 那居屋當然多了它一個買賣的限制 那還有各方面的條件 都是一般來說 都是私人樓就會比較好些 那如果價錢差不多 一般的買家都會選擇一些私人樓為優先考慮 那其實你說二手樓可能影響了居屋的市場 那其實可能有一部分一手樓都是一路劈價 都影響了二手樓市場 那所以就是一環扣一環地去 所以那樓市是這樣跟進下去 那其實除了對居屋有個影響在這裏呢 那居屋現在和私樓那個赤價差距都縮窄了 那對二手私樓市場的情況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二樓市場最主要 剛才都提到是最主要給一手的新盤影響 因為其實一手三盤很多時候開價 是不單是低於二手盤10.8%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一低低兩三成的 那所以那如果有買家去選擇的 都有反過來的 如果二手市場和一手市場的話 如果你們這樣這麼多的 那當然我可能會考慮了一手先 那當然一手三盤很多 只剩下一個樓花的狀況 那如果不吸賣的 即是不吸住的 很多時候都會考慮是 買了一手市場的新盤先來 最主要都是在一個價錢方面的考慮 是啊 沒錯 沒錯 明白了 今天也謝謝Kevin 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好了 謝謝 謝謝 屯門景秀里一帶幾年前開售的新盤 陸續入伙 由建號地產發展的上南 只有一座提供112個一房單位 驗收低層D室實用面積285呎 業主在2021年9月以超過567萬 買入單位 尺價接近19,900元 單位的樓層不高 同時外網污水處理廠 幸好採光尚算充足 不過驗樓師發現 露台門玻璃有明顯的花 一定要更換 露台床門這塊玻璃 其實離遠都看到 有一條很深的花痕 太明顯了 而它的位置就剛好 在我們的視線 剛好就在視線的位置 太過眼了 這麼深的花痕 雖然我經常說花痕 美觀性的問題 可以不做就不要做 但是這件這麼明顯 有這麼多眼的位置 我說不弄它 我想也會被人罵 只有磨和更換 這兩個方法 磨是會更快的 因為有師傅可以立即做 我估計這件這麼深的花痕 未必能磨得到 因為即使磨完 可能扭影的情況會挺嚴重 所以相信這件玻璃也要更換 幸好是堂門玻璃 比起一般的幕牆玻璃 是容易更換的 站在露台可以做到 我相信業主已經很覺眼 那就換了 全屋鋪上淺色木紋地磚 鹽樓師仔細檢查 在主人房發現明顯的收補痕跡 仔細檢查還發現有空骨 剛才敲過這些地磚 首先看到有些明顯的針孔 我相信之前 應該發現地磚有空骨 所以它做了一個打針的工序 就是在地磚轉孔 然後灌漿下去 令它的空骨聲沒有了 但它的針孔的確保得差 因為太明顯了 但有一件剛才敲下去 仍然有空骨 範圍大概四分之一的針孔 已經超過標 可以再灌一灌漿 又或者換掉它 其實我覺得灌漿這個工作 是會好的 有時我們戒了空骨磚磚的時候 你換了幾件新的針孔 第一,新的針孔可能會對不到色 有機會有色差,不好看 第二,就是有機會戒尊的過程 隔離幾件可能會有疏氣的情況 新的針孔 所以新的針孔 新的針孔已經做好了 沒有空骨 不過下次檢查的時候 隔離幾件敲下去就有空骨 為何一定要處理空骨磚磚 因為有時空骨磚磚長久了 它因為黏不住 就怕它會掉 而且在地磚方面 如果你有太重的東西摘下去 是有機會摘斷的磚 雖然單位有超過280呎 不過唯一的睡房 只是分配到55呎的空間 佔實用面積不到兩成 雙人床只可以靠窗擺 剩下只有近套似的牆身 有空間訂造衣櫃 不過鍾志剛就發現深度不夠 一進到房間看擺位 我相信一定是把床拍貼的窗口 然後門對面這個位置 就放回衣櫃 因為始終房單位不會太大 只可以放在床上和衣櫃 但細心看這個位置 它的位置偏窄了一點 我先量度一下 大概20吋比較鬆 如果要做衣櫃,最少要24吋 否則衣服不夠位掛 如果24吋突出來會阻礙廁 就是廁所門 這裡是真的賺了一點 如果想看竹本版的家居置庫 留意今晚無線財經體育資訊台 每天有樓看 一字財經消息 內地股市主要指數全線向下 當中創業板指數跌穿2000點 繼續創三年多以來的低位 晶片股普遍向下 旅遊概念股也下跌 華為一年三日舉行大會介紹最新產品和策略 相關產業鏈股份大升 胡森兩市接近4000隻股份下跌 兩市成交壓縮減到5732億人民幣 再創今年的新低 市場觀望美國聯儲局明天議席結果 亞太區股市變動不大 日本和台灣股市齊齊跌0.6% 當中台股見超過一個星期低位 更加連跌第三天 南韓股市變動不大 澳洲股市亦連跌第三天 單日跌近半個百分點 英倫銀行星期四議息前夕 英國8月通脹稍為放緩 英國國家統計局宣布 8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6.7% 低過市場預期0.3% 和7月的數值0.1% 更加是去年2月以來低位 按月升0.3% 同樣低過市場預期 8月撇除能源、食品、酒精和煙草等 核心消費物價指數 按年升6.2% 亦低過市場預期 是今年3月以來最低 按月就升0.1% 亦遠低過市場預期 恒生指數跌79點 報17917點 總成交超過600億 財經消息到這裏 多謝收看 來到環金動向的時間 市場觀看著美國聯儲局的議息紀錄 以及議息結果 先看看歐洲股市 開了市沒多久 早轉靠穩 發得兩市 暫時靠穩升0.1%至0.5% 看看亞太區股市 今天普遍向下 日本和台灣股市 齊齊跌0.6% 當中台股見超過一星期低位 連同澳洲股市都連跌第三天 留意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收市後宣布 決定明年11月開始 將證券交易時間延長半小時 今天這節想和大家談談 議息前瞻和美股部署 先請出嘉賓 這節有Andy黃曉忠 你好Andy 大家好 你好 美國聯儲局今晚凌晨就公佈議息結果 即是大家明晚一睡醒就會見到結果 現在利率期貨幾乎督定會維持息率不變 今次的議息結果 你自己關注點在哪裏呢 我相信今次的議息結果 市場大家都預計了今次會是一個暫停加息的動作 其實最重要反而我們會想聽的就是 預計了你的市場 即預計了聯儲局會說 利率會維持比較高的一段時間 但是究竟怕不怕 例如我們過去這幾個星期 聽到全球很多地方都說 因為罷工的事件 會不會令到工資要有一個增長呢 這個位置其實是比較重點的 因為其實聯儲局很看著核心通脹 是不是慢慢放緩 而人工會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所以我們會看著究竟 意識之後 那半個小時之後 我相信會有很多答問環節 都會被人去問住這個位置 而另一個就相對沒有那麼緊張 但是也可能會被市場拿來炒作的 就是我們所說的headline inflation 即是我們平時聽的CPI的數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過去的 即是由六月份開始 油價見底回升之後 其實升了不少的了 所以其實就要看看究竟 聯儲局會不會真的覺得 究竟那個headline inflation 真的不用理會呢 究竟它的對白上面 會不會因為油價這個因素 突然變得比預期中更加益呢 那這個位置我相信 即是這兩點核心通脹和通脹相關的議題 會是成為今次的重點 是的 講到罷工的話 近期這個美國車廠通用 福特汽車這些工人罷工 同工會其實還未談判完的 都還在僵局中的 講到星期五就是死線 剛才講到的油價也是 油價也是十個月高位 報酬最新高性升了目標價 未來十二個月的預測 估計會見一百元美金 剛才兩大因素要留意著 究竟聯儲局的著墨是怎樣 萬一真是 譬如聯儲局巴威爾講到 其實我們都很看整體通脹 我們不只是留意核心通脹 那就可能大家覺得 油價會不會在聯儲局心目中 會秤高一點點 這樣就算是偏英少少的言論 算不算 這個就會是的 因為其實聯儲局過去幾次 公司的聲明裡面 即開會裡面都跟大家講 其實Headline Inflation 已經叫做可控了 其實最主要是看著核心通脹 所以其實這次 會不會重提Headline Inflation 這個不穩定因素 是值得留意的 OK 好啊 兩大因素留意 找你跟著美股部署 一來好看 意識結果各樣 之前你和我們分享過 這個美股的季節性走勢 就是這個圖你準備的 標碰白智數過去二十年的平均回報率的表現 你就說其實九月十月左右 例牌回一回的 不過去到第四季做好 現在會不會其實當中有些上車機會 相信其實過去那兩個月都提了 類似的季節性表現 其實都提了幾次 但為何今次會再提一提呢 一來就是大家可能要預備 今晚會不會有一個震盪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圖 其實如果看過去二十年的表現 最緊張或者大家最想避開就是Touchwood 究竟如果未來這兩三個星期 就是跌幅可能會突然間跌得最多 或者最急的時間來的 所以大家就要看實這個情況了 暫時我們自己仍然會視為 未來這三個星期如果有任何的下挫、整固 甚至原來不跌就已經向上走 我們都是維持中線要有個吸納這個部署 OK 即是要留意著看有沒有上車機會 那應該看什麼指標 我相信短線裡面其實無論如果錯不錯也好 其實如果其中一個一定會去看著美匯指數先 因為美匯指數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過去這段時間看破不破到106 如果破到106 它有機會跌到大概108左右 那這件事對於香港投資可能要留意少少 因為可能大家很喜歡去買其他地方 或者我們自己區內的一些資產的時候 其實通常美匯突然一急升 對於股市都會有影響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其實VIX的指數 就是我們所說的恐慌指數 這一個為什麼會提到呢 就是其實過去一個多月 整個市場都很悶、很黏 而VIX指數通常我們會被視為一個對沖的工具 即是說如果今晚突然意識很英的 突然令到市場很錯愕、市要錯下去 大家又未必會想沽了手上的貨 就可以想想會不會去買一些VIX的工具 作為一個對沖的動作 因為其實好像在圖表上 大家都會看到偏向接近橙色的水平 大概10和11這些水平 通常是過去這20年的低位 現在我們在大概14,說多不多、說少不少 但都越來越近了 所以其實直駁率開始提高 好,我們搏的就是如果VIX有機會突然間急升到20 或者20流上 你就真的要想一下會不會要好好控制一下你的風險管理 即可能那一刻是突然有些很恐慌的情緒出來 OK,那VIX指數這個就是波幅指數 當然指數升的話就是代表波幅大些 這方面就要小心些、防守些 這個我明白了,美金那裡可否解釋多些 譬如見到美金,剛才說如果破壞的話可能亡108 那這個又如何扔下去美股那裡 有些什麼指標性作用呢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因為通常如果美匯突然一下急升的時候 大家就會對於好似來 今年美股升得最多的就是一些叫做MegaCap 即是大巨型企業 而巨型企業的一個特色就是他們都有很多國際的業務 所以其實如果當美匯突然急升的時候 市場會突然怕你下一個季度 究竟你的營收會不會因為一個外匯的虧損 而令到你的收入會減少了呢 那這個就通常會被視為在美股上面 一個短期的一個短線叫做影響著情緒的一個 其中一個指標 OK,好,那看著美金和VIX指數兩大指標去判斷 如果真的這兩大指數 譬如VIX指數有沒有特別抽高 然後美金又叫做穩定 沒有說很顯著破位再抽高的話 是不是就是 那就找到美股的上車機會時間點了 是不是這樣去想呢 暫時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會是這樣想的 即是今天就說定一些 你可以看著那兩個指標 有沒有突然間有個利淡的訊號出來 如果沒有 即是反過來 原來市場無論聽到多少負面消息 其實已經不是很想再跌 即是我們所說的應跌不跌 那可能就是一個叫做反過來一個上車的機會 如果拿標普500指數為例的話 我們會這樣看 4350點仍然還是一個短期 比較重要的支持水平 OK,好,那就明白了 麻煩了Andy 幫大家議息前做定的工房 看著這兩個指標 下個星期議員式 那些不明朗根數過了之後 又怎樣部署呢 下個星期再跟你談 等一會頭一頭要跟著講故 恒指來到美市 繼續變動不算太大 繼續還是偏遠跌70多點 來到美市 和大家看看恒指成分股當中 升跌比例有沒有變到 看著66%的藍籌要跌 2.7%左右就有得升 看看表現最差的籃籌 五位繼續是哪些 排頭位仍然還是順雨 去到超過六年低位 來到下午 還要下跌半城戶外 數上去有醫藥股 若名生物 連同新州 兩隻齊齊都要下跌超過3% 新州也去到三個月的低位 數上去還有碑果園服務 持續向下跌第六天 再跌跌近3% 之後還有網易都上榜 最新跌超過2% 逆市有得升的藍籌 又有哪些呢 看著東方海外排頭位 最新升超過2% 之後同樣2%過外升幅 還有隻新路能源 連升第七天 也站在20天線上 之後要看油價方面 高盛調高了未來一年 有價預測 預計可以升到100美金 中石油來到下午 升幅獲大到超過1% 先看到這裡 下午開始 曾經跌超過160點 低位見過17,833 差一點穿上的低位 來到美市 最新跌76點 到17,920點 成交640幾億 和大家看看內地股市 收一試 幾項主要指數 都以全日低位 或者接近日低去收 當中留意深淨成份指數 和創業板指數 今天脫底 創業板指數 竟然超過3年來的低位 落到2000點以下 跌幅0.7% 看看活躍港股的最新造價 活躍股份來到美市 甚麼情況呢 騰訊310元流上 跌2元 刑付基金跌9千 美團跌幅2% 120元以下 港交所嘗試保 8月28日的上升列口 跌4元 跌幅1% 阿里巴巴反覆偏遠跌1.5元 看六到十位 第六位有隻小鵬汽車 今天和蔚來都是跌幅較大 小鵬跌半成做68.25元 建行逆市靠穩性一線 快手跌2% 南方恆生科技和200-200 都跟指數走 分別都是要向下 看匯控那些金融股又如何呢 匯控有幫兩隻靠穩 再數下去港交所跌幅相對較大 這次嘉賓繼續的Andy 黃耀忠在這裡 和我們跟進後市的走勢 你好Andy Hello 大家好 你好你好 來到三點多鐘 成家只有六百多億 波幅一百六十幾點 又是相當淡靜的一天 是否真的以原息 就會給到方向港股呢 對港股上未必跟意識 那麼大關係 因為始終我們自己 內部因素會比較多 是的 而且因為意識 究竟是不是每次跟足呢 都未必的 你看到香港都可以隨時突然自己 說不跟就不跟 突然說加又加 所以就未必太關事的 可能小小小小最重要是 我們剛才早一點那節又提到 看著美匯指數 看看究竟如果美匯指數 今晚沒有特別急抽 令到或者甚至回落 看看會不會令到人民幣 可以走回少少強勢 幫一幫忙 是的 我猜港股都在等待這一點 還有補充多一點 大家都記得過去兩三個月 我經常都提著要看看 恆新科技指數會不會有動力 但是它不但沒有動力之外 即幾次都上不回4300點之後 其實這一兩天的走勢 真的不是那麼漂亮 如果恆新科技指數 如果突然不小心跌穿了3900點 我覺得整個港股要更加小心一下 所以暫時這樣看著 恆新指數都是復復復 這幾百點我覺得科指重要一點 都是 科技指數 你經常都跟我們說 其實很反映外資的一些動向 科技指數3900點在分水嶺 現在3928了 很快到了 萬一真的要試穿那些位置 這樣去量度港股去看淡 那要淡到什麼位置 我猜如果那一刻 如果真的要這樣一穿 到時恆指的話 都起碼 起碼 真的像大家市場上面 有些人猜 那一刻又冷出手不到 可能大家就開始描劑一些 但是再一步一步看 因為暫時 雖然科技的走勢 開始沒有那麼漂亮 在不好的消息當中 有一件好小小的消息就是 我們去對比美國市場的一些 MSCI中國指數 甚至一些叫做中國籠網指數 相關的ETF 都沒有什麼見到 最近有什麼大量的資金流出 是的 即是說 起碼我們就不像是走錢的 現在純粹是 因為可能成交太淡薄 令到價格容易被人押一押下去 就不是新一批的走資潮 好的 科技指數今天都試之前那些低位 今天見超過一個月低位 判斷完大市方向之後 不如回答一下觀眾問題 李寧行不行 梁小姐有興趣 她問前景看不看好 現價後面買 OK 我相信李寧其實現在 都是有出現過 現在外資很看實的一個位置 即我們剛才 我們過去經常都說 用資金流去看外資怎麼看 如果在這麼多種基本因素裏面 其實外資最等緊 是否看中國的經濟有復甦 或者叫見底回升 就是看消費力 所以其實消費力 是現在大家看實的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 現在的動力未出現 即是消費動力未出現的時候 我會覺得這些消費版塊 仍然會暫時叫做很黏 甚至其實我有講過一點 就是說如果有得選 在消費的類型裏面 我寧願要不就選車 要不就選消費鋼級的東西 你剛剛在這些中間價格 即是衣服這些 其實這個位置是有少少 即是有少少 有少少 不是那麼遷就 即是你比上預算 又比下又有餘 那些錢未必會這麼快去 不停買很多衣服 是的 所以這個位置我會這樣說 李寧先忍多一會 忍到什麼時候 就是我說 突然間有些經濟動力的數據出來了 是的 甚至或者我寧願不要去搏撈底 起碼見到李寧可能現在一天 終於真的站穩到二十天線先 二十天線其實都真的 起碼兩個月沒有見過 是的 起碼見到那個時候 才想追不追入 OK 好 如果以現價的話 二十天線是三十七元 不過像你所說 雖然好像幾元 不過就這麼近 這麼遠 真的站穩的話 才再想 都是的 其實李寧今天破底 不止李寧 很多內需股都是 好像九無九 下部下部這些餐飲股 啤酒或潤啤這些 都見到至少一個月低 年內低位 整體似乎消費都要先捱著 直至像你所說 真的外資 各方面對經濟看法有信心 他們才有個勢 這個會是比較明顯的 再加上 始終除了外資 看我們怎樣看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會提外資 這件事 就是想說 不要因為突然間 可能某一日半日 有些什麼主題 就突然去覺得 那個主題很棒 因為如果純粹是 糖水滾糖魚 在這麼低的成交量下 其實真的很短炒 沒有太大意思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 外資等著什麼因素 我們到時一起濾進去 就是博外資因為過去已經低配了中港股很久 它要重新買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筆新的錢買進來 那一下其實贏面就會大很多 講到主題的話 不得不提就是 近日大家經常都講的 就是十一黃金洲概念 依你所講 應該炒不是很興奮 應該就不是太興奮 或者講車 但是因為房子有自己的因素 車這段時間就見到 因為一些雜資痴 就是之前都講 跟大家講 要小心他們的現金樓問題 那些因為一雜資 就令到市場害怕 原來他們真的 資金鏈比較弱 那些所以要車 你都只可以選擇 比較好的一、兩隻 例如給阿迪 好的 謝謝Andy的分析 和大家看看幸子 還有一口價調定收市 都是17,900這些水平 跌著94點 謝謝Andy的分析 有沒有拿著剛才說過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先看一看